他講到的是氣泡排序法 氣泡排序法呢 他必須要交換 然後最後把這個 結果這個秀出來 不過這邊的話 他的邏輯大概解釋一下 就是主要就是有 123 4 5個層積 那5個層積我建立一個TEMP 那比較的方式 就是說我今天從上面 比這兩個相比 這兩個比較 也就是 比較之後 這兩個比較 比如說0跟1比較 比了之後呢如果 他比較小的話 如果這成立 這個0比1小 那就把這個0的值 把它丟給他 接下來的話呢 1的值 把它往上 提到0的位置 這個再把它寫回去 寫回去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 只是做資料的交換 交換之後 再換下一個 跑完之後 那越比會越少 就是往下比 那比完之後 當然 最後秀出來的結果就是 就是我們要的排序的方式 不過這邊的話 我剛剛也又 程式稍微改了一下 這邊 氣泡排序法 最後這個地方 好像還是要增加一個 I-I 要先減I 越減越少 I的作用呢 主要就是執行幾次 幾次這個排序之後 我看一下 沒錯 可是氣泡排序法 畢竟比較複雜 假如說以後 你們遇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可以用一個什麼呢 ArraySource 就解決了 剛剛有提到的 ArraySource ArraySource 其實你只要第一個動作 做一個動作 就是Import Ut的 這個套件裡面的Arrays Arrays 就是專門針對正列的一個class 它裡面有一個叫Source 的一個方法 那我們可以用Source 把這個正列丟給它就可以 這個 但是呢 Source有一個特性就是說 它會由小到大 但是如果你今天由大到小怎麼辦呢 很簡單 我們如果今天 輸出的時候呢 如果要讓這個乘機有沒有 由小 由大到小的話呢 我們可以把怎麼呢 回圈這個地方做一點 我的起始值 K是最大的那一個 最大那一個就是 我這個地方 我的初始值 就是S的正列長度 減1 就是最大的那個值 最大值開始 直到條件跳出就是K要小於它的這個長度 它也是累加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用減減就可以了 減減的話呢 就是越來越小 反序回圈就好了 反序回圈 那這一邊的話呢 我們做出來的結果呢 就會是 有沒有 這個地方也是由 由大到小 就是反序 Source配合反序回圈 就可以做這個排序 當然如果你這個地方 要由小到大 直接Source 最簡單 這裡的話呢 我想你們試試看 加上一個resource 那resource呢 幾個重點 就是說呢 第一個一定要import這個東西 import 第二個呢 只要把你的正列 丟給這個Source 的方法去處理就好了 那輸出的時候呢 記得就是反序 減減 減減 但是這邊還有一個問題要處理 就是地起名 有沒有 這個地方第幾名 如果說我今天第一名 這個地方應該是第一名 那第一名的做法 當然我這個 結果應該 這個地方要改一下 這個地方應該改成什麼呢 改成S.lex 它的總長度嘛 lex 然後再 再怎麼樣呢 它的總長度假設是五個 那就第五名 減掉多少呢 減掉初始 減掉 應該是減掉K吧 減掉K就可以了 這個值 減掉K 這樣就反序過來了 第一個的話應該是 長度5 減掉5 減掉5 減掉K K的話是4開始 試試看好了 要不要 就反序過來了 這邊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做反序 並且要讓這個成績 也可以倒過來 明次 明次要倒回來的話 我可以配合那個 回圈裡面的減減 然後最初始值記得就是 長度-1 對 怎麼樣 怎麼 条件 等於 等於 好這邊改一下 這個條件 這個條件 informs 我要 要进入回圈的条件,必须是大于,而且要等于零的情况底下才会执行 这边稍微改一下 这个是初始值,这是条件 是用减减,不用加加 也就是越来越少,直到零之后,零会进入回圈 最后就跳开,这样的话就没有问题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